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智慧理财线上讲座 那么说起10月份起 最重要的就是不论是个人或家庭 或者是企业都要开始考量 明年度要缴税了 要开始规划缴税 那么很多人可能想说 这个很简单啊 我只要找会计师就好了 但是呢 其中呢还是有许多薪税法的问题 或者是说该怎么样的结税 有时候呢会计师根本就不会跟你讲这些 那到底该怎么办 今天非常荣幸的我们请到了 这个税务规划师 以及的大学奖助决金的专家 Michael Chen 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欢迎Michael 好的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你们好 这个是你请了你地区最专业的会计师 但是还是交了很多的税 这个为什么这个原因呢 会计师都是很棒的 我也承认是很棒的 但是关键呢 就是这个税务行业是有分工的 会计师是专门报税的 除了会计师 这个税务行业呢 还有税务规划师 这是很多人他没有 他不知道的事情 好吧 比方说你的电脑坏了 你的电脑坏了找谁来修呢 找电脑工程师来修吗 不会帮你修 电脑工程师是不会修 他只会写程序 所以要找修电脑的专家 帮你修电脑 同样的道理 这个税务行业 你要想省税的话 一定要找到一个税务规划师 税务规划师和会计师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税务规划师是在每年 在年底之前就吹着你 告诉你各种各样的税法 然后帮助你实施 按照美国国税局的规定 批准实施落实 必须在12月31号做好 做完了之后 你再找到你地区 最棒的会计师去报税 就可以了 尤其是很多这个新税法的规定 可能连会计师自己都不知道 这真的就是要找规划师 是的 是 对 所以呢 要想省税的话 一定要 除了好的会计师 还得有一个税务规划师 那第一个 那好 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离开加州了呢 那从税务的角度上来说 那居住在哪个州是最好的 是税务居民呢 只知道说很多人离开加州 在这个离开加州 有一些企业的消息来说 是税的考量 但是一般民众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加州的税已经很高了 被压到有点无感了 是不是就真的是因为 所谓的这个所得这个部分 好的 美国最好的三个州啊 就是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 他们没有个人所得税 没有继承税 没有遗产税 Michael 你讲的这三个其实都很重 因为这三个在加州 其实刻得非常非常的重 真的就是没有跟这么重的税来比较 对 是的 如果你是100万的收入的话 你离开加州 你就可以少交13万的税了 什么都不做 只是把家签到德州 这样子就已经可以省税了 对 而且你还可以到 还可以经常到加州来出差 是可以的 对 所以为什么好莱坞的明星的话呢 一会儿住在加州 一会儿住在德州 一会儿住在佛罗里达州 一会儿住在纽约呢 他就不知道他是哪个州的居民了 好吧 好 这是一个住在哪个州 那美国的GDP 就是美国的GDP来讲说 哪个州是最富有的呢 咱们加州是最富有的 占美国GDP的15% 第二位你知道是哪个州吗 第二位 应该是大城市 第二的话是美国的德州 德州占全美国的9% 德州是一个非常 就是发达的一个州 也很大 所以这两个州加在一起的话 就占美国的GDP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好 往里后呢 刚刚说是比方说炒股票的人 炒股票的人的话 就说那我就炒了股票 我一个客人炒了股票 赚了94万 但是一交税要交49万的税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短期交易啊 这样的话就算他wash sell 他说忙来忙去白忙 过去还很高兴 白高兴了 那怎么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们的就是 就是活跃的股票 股票交易者呢 可以成立一个 你的正式的 叫一个 TTS的 Trading Company 就像一个小型的 Goldman Sachs 小型的 Morgan Stanley一样 你所有的股票的交易 就不犯长期短期的了 就算一个正式的 金融公司的收入 金融公司的收入 你就可以享受 就像这个所有的公司的 正常的所有的税务的福利 你可以有享受公司的QBI的 20%的income deduction 你可以去开自己的退休金 一年可以放进去30万 你可以去买健康保险 你可以去雇人 完了以后呢 你就是什么就是正式 就是正常的 比如说律师事务所 医生的诊所 他们能享受的所有的税务 你也可以都享受到了 是一个实体的 真正的公司 Michael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在这个股票 投资上有天赋的人 其实是鼓励他 就是政府的税法 这些是鼓励他开公司的 因为这些都不用缴税 对的 就是你是正常的金融公司 就没有什么长期短期了 如果你赚了50万 马上就可以把收入降掉 减20% 就只算40万的收入 你再往自己退休金里的 放进去20万 你再买一些健康保险 你的收入就可以 你交很少的税了 差很多 是 对 如果万一是说 如果是很多人 90%的人炒股票 都是亏钱 如果要是亏了10万块钱的话 按照目前 个人的身份级炒股票 一年只能减3000 对 很欺亏 很多的工程师的话 可能要减50年还减不完 好 但是呢 如果你是有TTS Trading Company的话 你亏了10万 当年10万就马上给你减掉 因为这属于一个正式的公司 属于账面的费用 属于公司营业的费用 今天营业公司亏了10万 就马上减10万 这是最大的区别 还有呢 再谈谈个1983年的税法 叫IDC 美国呢 为了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呢 鼓励大家来投资石油天然气 既然鼓励你的话呢 我就要拿出来一个 我的一个incentive 就鼓励你去 比如说你就鼓励你工程师 不是要退休的时候 不要靠美国政府嘛 就鼓励你工作的时候呢 往你富翁开放 你放了之后 你就可以少交税 所以工程师呢 把富翁开都放满 放到两万五百块钱放满 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话也是一样 你把它投资石油天然气的时候呢 如果你投五万块钱的话 你马上收入就可以减四万 你投十万的话 你的收入马上就可以减八万 如果你要是两个孩子同事上大学的话呢 如果你的收入高 你把收入一减下来 你每个孩子都可以拿到五万七万的助学金 过税就会退税 你的钱马上就会回来了 投十万省八万 其实这八万就等于是 可以付孩子的学费了耶 把收入都降下来了 收入一降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助学金了 对 还可以再拿到助学金 对 而且还可以 因为你收入降下来嘛 也可以少交税嘛 对 所以就是只要你 只要是 你稍微做了这一个trigger的话 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福利 我的客人前几年投资石油天然气 现在都后悔了 当时他为什么放的太少了 应该多放一些 真的 石油天然气那时候说 20块钱 现在你看变成120 130 那回报都是不得了的回报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Donald Trump在2017年的话 有一个税法 叫Uptunity Zone 一般人不太知道 如果你是说卖了房子 卖了股票 卖完了之后 你就知道如何去省税呢 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在卖了房子之后 在180天之内 把这个capital gain的钱的话 你可以放在Uptunity Zone里面 Uptunity Zone就是说 因为他要发展 他需要钱 是的 你把钱投进去了 他就给你Tax Incentive 好了 这样的话 你放进去之后 你的Tax 就可以default5年到7年 然后更大的好处呢 如果你放进去是30万 等了10年之后 那30万变成了100万 不是增值了70万吗 是的 那时候你等了10年 再把这钱拿出来之后 这70万 你是不需要交 任何一分钱的capital gain 增值税的 70万现金就拿回家了 就真正的拿在手上的 对 这个真的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知道 就是30万放进去 卖掉100万 70万拿回家 一分钱税都不用交 Uptunity Zone 另外这个 现在是前几年吧 就是房子大涨 往里头大涨的话 涨了很多 现在房子 大家开始慢慢的 要观望了 要开始卖房子了 卖房子的话 有很多增值 要交很多增值的税 对 那这个问题 该怎么去解决 如果你房子一卖了 就增值了 这样的话 对申请大学助学金 也有一定的影响 也是有影响 对 你收入高了就影响 那怎么去避免 这件事情呢 家长就说 那我可以考用1031 1031的话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好的地方 你说你就是一个40万的房子 你正是换到100万了 就换到100万的房子 还是一个小房子 房子变成一个房子 但是呢 有另外一个叫1031 叫DST 叫Dollary Statary Trust 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把你这个100万的这个小房子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一个commercial的building 大的 几百个的apartment building 这个是大的这个购物中心 大型的仓库 你都可以换进去 你一定不可能 就是你可能只要 根据你的这个资产 换进的资产吧 可能你只需要做5%啊 10%的ownership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用再管了 这个大的金融公司 他们在管你管 大概每年的回报 是5%到7% 哦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是 这样的话你们家里就是 从一个apartment single house single house single house 这么一直换下去 换不下去 这样的话呢 一换来之后马上 哎 你就指了那个shopping center 这个shopping center 4%是你们家的 嗯 不需要再打理了 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1031 嗯 另外还有一个税法呢 就是在1969年实施的税法 叫family foundation family foundation的话呢 是 是个非盈利的公司 叫501C3 C Corporation 嗯 这个非盈利的公司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tax exemption tax deduction 只要你把钱放进去 你的收入 你放进30万 你的收入就会降低30万 嗯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少交15万的税 嗯 嗯 family foundation的好处有几个好处啊 第一呢 第二个好处的话 比方你的出租房就增值了 你把它pay off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出租房 直接捐给你的foundation 可以直接捐 对 比方你的股票 一块钱买的股票 现在变成了100块钱了 你要卖掉就增值99块钱 要交很多的税 这样的话 你把股票呢 就直接捐给你的fondation 这样的话 不缴税 因为没有卖 就不用缴税 哦 没有卖你是捐的概念 捐进去的 哦 然后呢 你这个 不是你就100块钱捐给fondation 嗯 捐给到了fondation之后呢 股票又涨了一下 变成了120块钱了 嗯 你把它卖掉 这时候呢 就是交20块钱的2%的增值税 fondation的增值税只有2% 只有2而已 很少很少 对 这样的话可以少交很多的税了 而且的话 fondation的钱的话 因为属于公司嘛 公司你不关掉 它永远都存在 所以呢 它就不存在遗产 你就不用交易产税 fondation的话 你就可以呢 一代一代的留给你的后人 然后呢 将你的这个 创始人的价值的 这个 自己的哲学观呢 你的梦想啊 就是 哎 留给下一代 传承给下一代 就像这个 这个 Rockfiller啊 福特的 这希尔顿的fondation啊 都是这么一代代传承下去的 嗯 嗯 那fondation呢 很多人就误解说 只有有钱的人 才能成立家庭基金 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 这个是有钱人玩的游戏 我们中产阶级 可能连边都碰不到 对 是超有钱的人做的 但其实 这是错的观念 是 经过美国 美国国税局的统计的话呢 这个它把家庭基金会 分成大中小啊 如果是超过 10个million的属于 大型家庭基金会 只占全部 家庭基金会的 还不到10% 很少 是 如果是50万以下的话呢 家庭基金会 属于小型基金会 占整个家庭基金会的 60% 哦 所以50万以下 其实都可以称为 家庭基金会 所以我们都有机会 就对 是小型家庭基金会 哦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 都可以称为 家庭基金会 都可以称为 对 对 二三十万呢 卖了股票 卖了房子 增值的 50万 四五十万的家庭 去开的家庭基金会 好了 那开了家庭基金会的话呢 好 你谈到家庭基金会 有人就说 那我还 我的反男手Advisor Morgan Stanley 还给我谈了一个 Donor Advice Fund Donor Advice Fund 那和Foundation的区别是什么呢 Donor Advice Fund的话呢 它的Test Code 属于5013 Family Foundation 属于501C3 不一样的Test Code 最大的区别呢 叫Donor Advice 就是说你把这钱 捐给了Foundation 你就不是 你就不是Warner了 你唯一就是可以 你自己过来说 你可以过来提建议 嗯 这个钱已经不属于你的了 嗯 没有自主权 没有自主权 你就是Donor Advice 但是Family Foundation呢 就不一样了 百分之百的 都是在你们家控制之下 你们家里头 make a 100% 就是说control啊 你想做任何事情 都是你们家自己来定 谁都管不了 好 另外呢 还有是收入高的家庭 收入高的家庭说 那我们家说那是孩子 大学也这么一年 也快 大学一年快10万了 对 我们也赶快成功529吧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选择 因为529 唯一吸引你的地方 就是说你放进你的钱 10万块钱变成12万了 这2万块钱的话呢 是不用交税的 capital gain 但是有一个前提 这个钱必须要交给大学 嗯 如果你这个钱 你不交给大学 你用不完了 你把它拿出来 联邦政府要罚10% 加州罚2.5% 对 就放进去 只能用在这个 什么都动不了 只能用在大学上 对 没错 对 除了别的用 你统统要罚10% 好 家庭基金会就不是这样子了 家庭基金会的话呢 这用处就是非常灵活了 比如说你的孩子上大学了 你呢 就可以 hire你的 请你的孩子 帮你做家庭基金会做点事情 比方说帮你家庭基金会做个网站 你就可以给他发工资 他有了这个工资 这个收入 他就可以支付大学一部分的费用 你的孩子上大学的话 想做一些research 一些创业的什么工作的话 你的仿待生呢 就可以给他钱 让他去从事一些科学研究啊 这些各种各样的尝试 给他发工资 我觉得这个家庭基金会的概念 非常好 Michael 因为他是鼓励家长 其实是可以从各方面去帮助孩子 但是你没有失去这个自主权 因为很多人想法就是 哇 请给孩子 那以后怎么办 对不对 你又不能一次给 可是这个家族基金会是在你掌控下 所以这些其实就可以慢慢的给 而且是真的是看着孩子慢慢成长 其实是可以让你有这个自主权去帮助孩子 也帮助到你 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对的是的 而且还不用交易 避免了遗产税 而且还有你又可以少交税 对吧 那参观了家庭基金会的话 你们家里头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说我们家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呢 那也是的 每个家里头都是这样 同样比较迷茫 那我建议的是 我因为我做了15年嘛 所以我总是给家庭说 你呢成立了家庭基金会 你应该带着你的全家 去参观美国有名的家庭基金会 去飞到西雅图 参观一下Bill Gates的Foundation 人家运行的非常好 他花了几百万 专门是盖了一个叫 就是参观中心 有各种各样的图片 大量的故事 他会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情 目前做什么事情 他准备做什么事情 要跟哪些人来合作 另外可以飞到纽约 飞到纽约的话呢 就可以参观 Rockfiller的Foundation 福特的Foundation 以及比方说 包括StarFoundation 还有克林顿的Foundation 也在纽约 就看看你们家里 喜欢对哪个领域感兴趣 是政治啊 还是工业啊 还是什么科学研究啊 看看哪方面感兴趣 你们继续参观 福特公司呢 在中国也有分布 这Foundation 福特的Foundation 在中国北京也是有分布的 中国也有manager 像克林顿的话 那Foundation 你看他是只有一个独养女儿 你说克林顿的Foundation 以后会传给谁呢 对啊 他可能会遇到 所以这个Foundation 有可能会遇到 所有的传不下去的问题吗 不会 因为呢 现在的话 克林顿的女儿的话 那是已经就是 克林顿的女儿 她不会像一老百姓家庭一样 去找个工作 做个manager 做个director 看别人的颜色 对不对 她一出来 她现在就是 她就变成是 克林顿Foundation的执行主席 对 人家一接出来就是主席 往后呢 和各种各样的 CEO 这些政要们 这些Foundation的 这些主管 来打交道 往后呢 你们Foundation想做什么事情 我们想做什么事情 咱们可以互相合作做一些事情 或者呢 你把钱捐给我 你就给我 把钱交给我 我来 做咱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这好吧 这好 往后 另外一个 如果你们家 孩子对这个电脑感兴趣 对Michael Dell感兴趣 对科技感兴趣 就可以飞到德州 参观一下Michael Dell的Foundation 也运行的非常好 他每年也给高中的话 有很多夏令营啊 来参观 或者会飞到这个北加州湾区 Facebook的Jack Berger 他也有一个Foundation 每年呢 他也有 已经有了 对的 他的Foundation是2015年成立的 他这个成立的时候 到现在的话 已经发掉了三个Billion Dollar 就发出去了 哇 这都不知道 是 往后他每年的话 有一个12个星期的Intercept 就是大家来可以报名 来学习 咱们分享 我们想做什么事情 你来学习做什么 做什么 好吧 对 非常喜欢大家来参与 他对教育 研究 科学研究都很感兴趣 另外的话 可以带着你的全家 去参观全世界最有名的家庭基金会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话 那有很多 那科学家的故事 他本人的故事 你们都可以去学习 去提高自己 Michael 这个回过头来一下 就是说 OK 我现在知道了家族基金会 其实在省税方面 真的是很好 而且呢 其实就你刚刚说的自主性 那么高的话 其实真的是 这个能不能够 所谓的跟许多人 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我这个成立家族基金会 我可能只是要帮助孩子 所谓的这个 能够申请到大学助学金 然后我自己能够省税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 经过你刚刚的这个介绍之后 其实他可以想到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办法 其实是可以跟我的退休 或者是说 我自己去自主 做其他的事情 是可以相结合的 这个增加我的 所谓的自主性 这个有办法 真的可以再多做更多的结合吗 是啊 Family Foundation的话 也就是说 是Family Legacy 刚刚说到了吧 Rocker Filler 福特的Foundation的话 人家都世世代代的 都是就是 就完成这个 创始人的使命和梦想 可以就是把家里头 能够凝聚在一起 大家总是有一个事情在 共同的事情在谈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跟大家一起来商量 像希尔顿的家族的话 那一共有是 是十个board member 有六个都是希尔顿的子孙 哦 对 他们就是实现这个创始人的 这个遗愿和梦想吧 对 然后呢 这个家庭基金会的话 你可以做大 你可以说 有些很大 也可以做小 比方在Minnesota的话 就有一个叫 Stanley Chan Foundation 它的Foundation呢 就是专门是说 在加州的 不是在明州的 有中国血统的高中生 你就可以来申请 Stanley Chan Foundation 哦 专门针对回馈华人的 对 它的主机是广东台山 在美国成功 成功了 当时成功以后 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嘛 所以他还了一个感恩的心 他就创立了一个 他的Stanley Chan Foundation 在Minnesota 很有意义 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已经做了很多代了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 比如说是 可以参观这个 李嘉诚的Foundation 那李嘉诚也做了很多事情 他也捐助了一个 参透大学 在中国的话 还有这个腾讯的创始人吧 叫陈一丹 在中国呢 他也是学习了这些升华吧 也是开始做了一个 一丹奖学金 大家有空的 都可以参观参观 那通过这个 所有的参观学习 慢慢你就知道 家庭基金会 要做什么事情了 嗯 然后呢 你就可以家庭基金会 你们家里头 如果你们家的Mission 和这大的 这个Foundation 是一样的话 你们还要互相合作 他把钱交给 把钱交给你 让你来 作为Partnership 一起来合作 比如说 要是你喜欢这个文学奖 这个喜欢文学 喜欢摄影 你就可以举办一个摄影奖 文学奖 哦 申请的必须是有中国血统的 嗯 必须是 欧人基康体的居民 嗯 文理货呢 或者是说 是 是 退休的 或者是高中生 你自己的 你都是你 这个年龄阶段 都是你自己来定 然后大家来申请 然后你们家里头 决定 面谈 决定谁是一二三能奖 这样的话呢 你喜欢摄影的 你就会周围就会 一大堆的 爱好摄影的人的话 都会成为你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的 就是因为很多家长 可能因为这个被通膨 最近这一两年 被通膨这个打压到了 总觉得说 我就是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尽量的存钱 尽量的赚钱 一切都是为了省税 把省税 把钱给小孩子 但是到底其实 这个未来的日子 要怎么规划 退休以后要怎么规划 其实对他来说 是这个茫然的 总觉得好像是通膨太高了 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但其实透过这个家族基金会 这些都可以实现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你不但是在家庭 高中奖学金 不但是在美国可以做 你回到中国 台湾也可以做 在台湾的话 我们一个浩然先生 就回到他的母校 成了一个浩然奖学金 每年的话 拿出来1800美金 发三等奖 一等二等三等 一等奖是1000美金 那这个学生是 这个得奖的学生是怎么 得奖的学生是怎么挑出来的呢 就是必须去高中 高中来推荐 推荐的时候呢 由他中国的总经理 他的父亲 来面试 完以后看每一个学生的申请 就打理中国的全部的工作啊 完以后呢 看每个学生的申请 老师的推荐信 然后呢 就会面试每一个学生 最后选出来谁是千三名 然后呢 发奖 很有意义 往以后呢 这个他就他中国的 中国的父亲的话呢 这中国的总经理的话 到美国来就不是出差了 就不是探亲了 是出差来了 到了美国之后呢 浩然先生呢 就会带着他 参观Bill Gates的Foundation 去纽约参观 Rockfiller的Foundation 参观福特的Foundation 参观那林肯的Foundation 参观那个希尔顿的Foundation 就是或者是呢 要是对科学非常感兴趣的 还可以去挪威 参加一下诺贝尔奖的总部 对吧 这回去之后 他就会 他学到多的话 就可以慢慢的话 给他周围的人来分享 对 然后他也说了 我要求什么样的学生 来他选学生吗 这个学生 要是说别人是怎么做到 高中是做什么事情 我要找有这样特质的学生 来给他们发奖 是不是挺好的 Michael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说 其实倒过来想 就是如果孩子有成了以后 其实孩子可以做一个奖学金 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请我爸爸 来做这个基金会的主席 对 一方面爸爸有事情做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个头衔 跟这个公益 其实 让爸爸不会觉得无聊 而且是真的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回馈社区的事情 其实对长辈来说 更愿意投入 会比你还要积极投入 所以他爸爸退休 刚是没有退休之后的 不当总经理之前 他在家里 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自从当了总经理了之后 哎呦 天天就生活在鲜花呀 尊敬啊 和笑容之间 生活非常充实 他觉得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培养了 也给很多这个高中生啊 指明了一些方向 很好 非常好 刚刚一谈到了通货膨胀啊 这些事情 这个非常好 这是大家很多家长面临的问题啊 那最佳的资产配置是什么 如何退休 退休的话 什么叫把退休规划做好了呢 我们就下面来谈一下啊 资产配置的原则是 典型的工程师的话呢 那家庭呢就是说先买一个房子 然后呢 把富翁可以放满 有些钱的话呢 炒少股票 希望股票能翻倍 这样的话 退休不就日子好过了吗 往后呢 看房子有好的房子 买几个出租房来投资 这就是工程师来想的 对 就是用最少的时间 多的时间给自己 然后尽量在这个会计师上面呢 就是最简单的 马上易懂的 点点点点点 这样子 那就可以了 很多很多工程师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想法 对的 工程师因为它是 好了 那它这个所有的想法呢 就是也有好处 但是最大的不好的地方的话 第一点的话呢 它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市场风险的 股票也会上上下下 富翁K也会上上下下 往那房地产也会上上下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好不容易赚了钱了 你把这都卖了股票啊 你卖了富翁K啊 都要上税 嗯 后面都要交税 都要交税 那这个方法怎么 就是呢 所以呢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应该没有市场风险的 完了以后呢 是盈利又不用交钱的 这个钱的话 永远花呢 就是退休的时候 如果敢花钱 钱花不完的 这才是一个好的规划 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这个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是的 好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美国的税率啊 美国的税率的话呢 在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的国债是119 所以呢 税率也就是到了94% 是 现在的话 美国的税率 美国的这个国债的话 是126 但是呢 美国的税率呢 不是90%多 也不是80多 现在只有40% 所以呢 完全是倒挂的 那你估计 那是 那我就总是问我的客人 那美国的这么大的一个国债 这个洞 谁来填 那必须 要靠提高税率来填 就肯定税会越来越高的一天 是的 大方向大趋势 真的就是这样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拜登总统的话 马上有一个新的proposal 如果你的capital gain超过100万的话 过去是20%的税率 现在是39.6% 对 几乎要翻一倍 几乎要到40% 没错 好 然后呢 怎么样才能说让你是 投资嘛 就是怎么样才能说 退休是敢花钱的 钱花不完 我们就讲一下 投资的原理啊 投资的原理呢 就是说 利滚利 嗯 就是compounding 如果你是说有一块钱的话 翻了一倍 第二天就是两块 再翻了一倍呢 就变成两块 两块加两块就是四块了 到了11天的时候呢 就是1000 到了21天呢 就是100万 嗯 就是100万了 一块钱就变成100万了 这个最理想的就是所谓的 负利概念 对对对 负利概念 到了28天的话 你已经就是千万富翁了 对 完了以后呢 再翻了 再翻两次的话 一翻就是千万啊 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 就是5000万的富翁了 嗯嗯嗯 活的时间越长 就越有钱 是的 所以计划 规划很重要 一块钱的话 翻了20倍 刚刚我说的话 是变成了100万 那如果每次翻一倍的钱 你都要交33%的税 也是翻了20倍 嗯 你认为的话会翻成了 翻到多少呢 不多吧 因为没有 可能还是 因为每一层每一层都要扣扣扣扣扣扣 其实也是被吃掉 很多客人说 70万 50万 30万 其实的话呢 真正的算出来还不到3万块钱 所以投资的第一大敌人就是税 所以呢我一直在强调的税 第二的话呢 就是投资的风险 投资的时候为什么保底很重要 股票 股票的话呢 有的时候股市 SP500 有时候涨35% 有时候掉35% 上上下下的 所以我给大家讲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有个100万 你去投资了 一下子掉了个50% 你就剩下50万了 但是如果是保底的话呢 我现在还是保底 我还是100万 没有掉下去 当股票涨的时候呢 涨10% 你是50万的涨10% 我这是100万涨10% 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经过这个涨涨跌跌的话呢 经过这个几年之后呢 这个客人的话 100万 就变成了 只变成了80万了 涨涨跌跌的话 但是同样的情况下 这100万的话呢 如果是保底的情况下 就变成了230万了 这就真正差了三倍 对 没错 因为你是保底的 保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 尤其是像现在 不确定性那么高的 市场上有时候 一天就来回震荡600点 但是心脏受不了 对 是的 我保底 而且说我是不亏 你涨10% 我也涨10% 但是我涨的是100万的10% 不一样 所以短短几年就差了三倍 所以我就一直给大家说 说如果是 另外一个是问工程师 如果你的投资回报 每年是4% 在不交税的情况下 你的钱 20万 就是你的钱 什么时候能翻倍 需要多少年才能翻倍 很久 很久 我们金融行业呢 专门有一个算法 叫72法则 72法则的话 就是任何 如果是4% 所以72除以4等于18 就是你呢 如果是4%的回报 你18年才能翻一翻 但是呢 如果是8%的话呢 每9年 89 72 每9年就可以翻一翻了 这就是差别很大 所以回报的差1%都是很大的差别 所以呢 要想投资 要把通货膨胀 你要有好的退休的话呢 你一定要是 把这个是 把家里的这个资产的分布调整一下 把有些钱呢 放在一些没有市场风险的 赚了钱又不需要交税的 保底的账户里面 这就是我一直谈到的话呢 投资的四大要素 投资四大要素呢 第一是什么呢 一定要选对正确的投资账户 投资一定要保底 绝对不能亏钱 你才能指数增长 取钱用钱的时候呢 还可以不交税 我跟你讲 待会讲一下 为什么赚了钱可以不交税呢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保单 保单 Guarantee 股市最差也是百分之 不管怎么差 就是最差是零 往来后呢 当股市涨的时候呢 我们的回报是不封顶的 而且还可以加一个 1.9%的 就是1.9的放大系数 所以有些指数的回报的话呢 平均过去30年回到指数是 10.52% 用72法则来说的话 就是每7年就可以翻一翻 而且你活的时间越长 最后就翻的就越大 对 你的钱真是花 真是花不完 尤其在这个 现在不确定性 然后接下来几年升鞋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是 现在不封顶的产品的话 过去前几年都已经 没人都是已经卖不掉了 大家都不要了 因为大家都怕了 对 这次代危机 折腾了一次 我们叫洗牌嘛 对 你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虽然你有钱 一洗牌 又跟老百姓是一样了 对 对吧 然后呢 英特奈的把宝又洗过一次牌 洗过好几次牌 如果的话呢 我们一个工程师的话 有一个卖了房子 卖了房子 有些股票 他说我有200万要投资 投资性的保单的话 美国就是 你要想放进来 400万的保单的话 最多只能放进去120万 这是国税局的规定 如果你是多了 你这就是属于炒股票了 所以400万的保单 就只能放进去120万 好了 当他到85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了 100万变成了10个牛林了 涨了10倍 这个时候呢 有的人说 那10个牛林的这个 这个保险 是不是保险费太贵了 这个呢 我看一下啊 他应该是有10万的 10个牛林的 dash benefit 但是你的账户里的 cash value 就将近有900万 所以呢 你的保险公司的风险就很低 对 否定的话呢 所以你的保费就很少 如果呢 你要是说 你又买个400万的保单 你只放进去1万块钱 保险公司的风险就是399万 就很贵 如果你要放进去 39万的话呢 保险公司的话呢 他只有10万块钱的风险 390万 只有10万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话呢 这不是一般的保险 一般的保险的话 你就是买个term就行了 这是一个投资型的 专门呢 是给这些 为了退休啊 为了通货膨胀 避免通货膨胀啊 退休的时候 敢花钱啊 然后呢 把想有些钱 留给孩子的家庭 应该做一个 这个投资性的保单 那投资性的保单的话 到他95岁的时候呢 已经涨到了 从100万变成了19个牛林了 涨了18个牛林 如果当时的税率是30%的话 交税 增值税就要600万 对 那怎么办呢 对 那这个我们金融公司 已经想好了 当你取钱的时候呢 我们允许你把钱借出去 你不是需要200万吗 我们借给你200万 手续费是零 哦 不是提出来的概念 是借过来的概念 对 借给你 而且手续费是零 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敢借给你呢 因为你那边还有10个牛林的 life insurance在那 只能抵押着呢 对 我们绝对不亏钱 就这么做 所以呢 你活得是 因为这是一个 这就是你说的叫compounding 指数增长 你活的时间越长 这个钱就越多 所以呢 我总结出来 Igip的好处就是说 退休的时候呢 你敢花钱 越长寿越有钱 你活的时间越长 他就给你翻一倍 那翻一倍呢 就是几百万的翻一倍 嗯 这样你活的时间越长 你越有钱 你的子女呢 就越孝顺 而且呢 那边的话是等同银行 你随时想取钱 把钱可以借出来 投资呢 保本呢 保底 回报不封顶 平均十年翻一倍 这个 这个真的是所谓的 因为大家都在华人 尤其华人家长 现在都追求 所谓有尊严的退休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是个好选项之一 现在是我们 这是我 我就给家长说 我说给家长说 你看看这还有什么缺点吗 家长说 确实是各方面 他都考虑到了 因为呢 金融公司 美国的税法也不断的变化 金融公司的话呢 也是互相都有竞争的 对 没错 所以呢我们必须 得有一个好的产品 你的产品好 我要拿出一个 比你更好的产品 我才有竞争性 是的 所以呢 所以这样就促使了 金融行业的不断的 快速的发展 就产品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说 我十年前就买了一个保单 那我就说的话 十年前就有个iPhone3 你现在手里拿的是的iPhone多少 都不断的发展 好了 另外一个的话呢 好 我总是问的年轻人 年轻人说 一个UC大学一毕业 学电脑的一起行就是十万块钱 我说他挺开心的 我说好了 你的如果你每年 一年的工资给你涨百分之四 你工作多少年 你的工资才能到二十万 还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高收收入越高 客的税越重 这个怎么办 好 那还是七十二法则 如果你现在的年薪是十万块钱的话 按照七十二法则 百分之四 你要工作十八年 你的工资才能到二十万 嗯 所以他一想一想也是 他说很多我们那些快乐退休的 我的工程师嘛 确实年薪还只有二十万 对 那就说他是不是长得太少了呢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应该来开始创 自己开公司 自己当老板 因为老板的收入是没有限的 那要读哪个要是 要读哪个行业呢 我们要到哪个行业去开始创业呢 嗯哼 这个零售业只有二十四个tillion dollar 嗯哼 这个房地产只有还只有三十四个tillion dollar 金融行业就是我这个行业的话 有一百二十四个tillion dollar 钱是非常的多 嗯 所以呢创业呢 大家应该是往金融房也来考虑 我有一个例子 我这是我们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是2008年来创业 到2021年的时候呢 他的收入已经是750万了 他的背景是开出租汽车公司 开出租车的 这个完全脸不上的一个产业也有办法 对 因为是 过去大家想过我学习金融知识嘛 当时我都蜿蜒蜒蜴绝了 嗯 现在我准备好了 说大家来学 我愿意交 因为金融行业的话 确实是个 这个行业非常的巨大 是一百二十四个tillion dollar 有无限的空间 而且的话呢 商业模式也很稳定 大家来过来学就好了 往那后呢 我们现在陆续开了很多这个学习班呢 就是培养大家 给大家讲一些 比方说是 各种年金的利和币 年金不是很多吗 利与币是什么 完之后呢 人寿保险的历史及发展趋势 各种人寿保险的利与币 如何看懂人寿保险的保单 然后说宏观经济 投资市场的分析 投资的战术和战略 你怎么样投资股票和这个 没有说法怎么去做 长期护理的利与币 我的费用的话呢 就是说呢 也不是跟我学习 也不是五千块钱 也不是两千块钱 我的费用呢 就是九个月的学习时间 只有一百二十五块钱 您这个佛心价 这是佛心价 是 就可以跟我来学了 但是呢 名额有限 这个截止日期的话 十月三十号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我来学习 Michael 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真的是 不论您是说家族基金会 或者是说这个保单投资 其实很大的部分呢 真的是不受年龄限制 是可以帮助到现在 甚至是刚毕业的 想要创意的 或者是说 现在准备退休的 其实都离不开耶 那对他们来说的话 其实第一步 如果真的对这个有兴趣 真的是想要结税 想要过一个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或者是说自己创业 能够自主 第一步应该要怎么做 你来建议 或者是说 除了打电话给你之外 他有没有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有没有 具备的条件的话呢 只要他愿意学 往里头呢 具备的条件的话呢 就两个条件 就是不能有犯罪和破产的记录 才可以跟我来学 这是这个美国金融行业要求的最低的要求 往里头呢 你可以学 学了之后呢 把自己的财产理好 如果你想 还想学去做的更多 往里头呢 我就告诉你呢 如何去辅导你去考执照 我就会一把手把手的带着他 怎么去做 成为一个反男手的broker 成为一个反男手的公司的老板 最后Michael可不可以也给我们提一下 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有讲到 就是说如果要规划 这个明年度的报税的话 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可以在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 好的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在年底之前 得到你的成立家庭基金会 在年底之前得到政府的批准 对的 家庭基金会的话 大概是需要 审批下来需要六到八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一定要快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到十一月份来申请的话呢 我们就不一定能批下来了 那时候我们要收加级费 要收一千块钱的加级费 往里头 总而言之 必须要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拿到政府的批文 到银行去开账户 然后把钱放到账户里面去以后 放了之后 你就 你2022年就可以省税了 好的 谢谢Michael 观众朋友今天Michael 特别在我们这所谓的智慧理财方面 讲了非常多的一个专业 那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鼓励 所有镜头前的 不论你是家长或是你刚创业 甚至是你刚毕业 刚有一个薪水 其实都应该开启你的智慧 鼓励你 其实很多我们刚刚以上说的方法 其实在美国国税局的眼中 在美国教育部的眼中 其实这些都是合法的 只要你能提早规划 而这个规划可能要花一年 可能要花两年 但是只要你真的开始规划 你就可以做一个全盘的 为你可能十年后 所谓的七年后 财产就翻一倍 或者是十年后 你就可以有尊严退休 如果这些都是你只要想通了以后 去做就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 为什么你不开始第一步呢 所以这边我们的Michael也鼓励大家 他开放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教学 也鼓励有兴趣的人 能够来跟他联络 那我们的联络的资料 都是在这个下面的bar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 真的想要学 或者是哪怕你是要开启第一步 为您未来的生活来打算 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智慧理财 线上讲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